课堂上还有其他的公共演讲场阅 我说如果是我来建议国防指导的话 就是整个国防战略指导的话 基本上就是八个字 叫做强军为和 建立强大的国防来维持和平 然后不战为胜 因为台湾很小很脆弱 我们最大的胜利就是让他打不起来 我举两个例子来看 就是说外国可以给我们什么支持 就是以这次乌克兰的为例 一个就是其实在俄罗斯成兵在乌冬的时候 那么开始超过十万人的时候 那个所有北约组织国家 欧盟还有美国的这个空运的飞机 密集的这个运东西到基辅 也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普丁的失误 也就是说你给别人太长的战略预警 那么就是大量的运 所以在普京真正开始发动军事总攻击以前 已经有很多物资运进去了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并不是不了解情况 也没有不帮忙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战争开打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所有北约和美国的这种 包括电针机啦 包括侦察机 包括无人机 那么一直都在飞行 很多人认为只是绕在北约国家的境内 其实 还有我们看他的航机啊 其实有很多根本就切进去乌克兰 那换一句话说 我们就会知道俄罗斯其实不敢打美国的飞机 他不敢去击落美国的侦察机 因为美国没有战斗机在里面 但是他不断的在飞就提供了乌克兰很多预警情报 比如说他的部队在哪里 是行进还是停滞还是补给 那么掌握战场 我们叫战场觉知啊 或者是情势觉知 叫situational awareness 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比较详细的话 那很重要 那么我觉得这些都是 大家要记笔记的地方 可是不要忘记 不是只有台湾在记笔记啊 海峡对岸也在记笔记 所以他们应该会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这就是我比较担心的 大家都在这场战争中学习 对那如果说他们觉得说 俄军这一次或者是Putin 他整个决策过程中间有问题 不管是将领跟他报告的 可能的军事行动计划 有没有疏失 到后面战争执行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问题 台湾真的要记笔记 因为海峡对岸也在认真的研究 那么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 这我第二要讲就是国际可以支援 但是最后第三个我要讲的 支援最后是你自己打 我们看到这次国际支援 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 弹药的补给 人道的救援 经济的制裁 其实它都发生在Putin行动后 当然是在战争中 Putin这个侵略者他做第一步嘛 第一步 其他人才有时间回应 所以这中间这个空窗棋 是要靠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要撑得住 国际才能够协助 那个中仁格我刚讲到 美国会不会协防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有民主国家 在乎台湾未来的国家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避免战争发生 我们要嚇阻 避免战争发生 那这样子的一个 那如何做呢 并不是冲突发生之后才来协助 绝对是从现在开始做好准备 才有deterrent effect 那我其实看到这个 不管是经历过去几年 不管是谁执政哪一个政党执政 我看到是美国政府 其实不断的在跟台湾在讨论 如何把我们的国防 国防这个defense posture 做得更到位 过去几年也时常的提醒我们 后备改革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实这个协防 我觉得已经在发生了 他们用共同的这个 参考国际的经验 他们自己观察的东西 跟我们分享 如何台湾可以把国防做得更好 如何考量中共过去 二十几年的这个军事革新 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个 它是一个continuous的一个合作 并不是说什么事情发生之后 人家会不会来 事实上是国际组织 国际社会 其他国家已经在台湾 不断的在我们 跟我们在做安全上的合作 在说什么 对 是 不可能